柯文哲最近跟某潮流 新潮流之間的大戰 這個大戰 當然從他在專訪中 提美中台關係 這一個比喻之後 就開啟了這個戰端 在開啟這個戰端 比喻美中台關係 像一個強盜去搶銀行 被逮到之後 法官問強盜說 難道沒看到旁邊有一堆警察 強盜說我只看到錢 這個理論是對的 可是忘記了旁邊還有一個 中國好像是把 中國比成警察的 這樣子的一個喊話 接下來當然是新潮流的段儀康 在臉書裡頭用一個預言 用一個一所預言來回敬他 他說就像是一隻眼睛的鹿 說獨眼鹿到海邊吃草 用剩下的那隻眼睛 緊盯著旁邊的森林鹿 以為威脅只來自於陸地 卻被海上的船員開槍給打中了 他說這就是柯文哲版的 兩岸一家親的立場 針對這一個臉書的批判 柯文哲回的是說 他最討厭一邊喊台獨 一邊又在大陸做生意的人 段儀康就說 那你說清楚 到底是誰 不要含沙涉油 這一來一回 當然也有很多記者 去問柯文哲說 那你到底說一邊喊台獨 一邊在大陸做生意的人是誰 那這些問題 柯文哲一概都用說 如果是段儀康的問題的話 請先把曲棍球吞下去 再來發問 問他是不是講新潮流 他說要吞曲棍球 問他說 這是不是對民進黨的 有一些人感到不耐煩 他說還是一樣 就要把曲棍球好好吞下來 再來問我 那他還補充了一句說 2018年民進黨會大敗 韓流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誰把韓流搞出來的 叫他回去吞曲棍球 一連講了好多次個 吞曲棍球 為什麼柯文哲這麼暴怒 我覺得他跟新潮流之間 結怨已深 當然世間議員貢獻也不少 可能可以讓柯文哲暴怒的 你應該也算其中一份 不過我覺得他講說 不要一方面在那邊嗆瞎 一方面要在大陸做生意 我怎麼覺得他在影射何志偉 你這麼說好像有點像 聽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在幫陳思雨助選的一個語言 一邊喊台獨 一邊在大陸做生意 沒錯 因為講的 講的恐怕不是段宜康 講的應該就是何志偉 他們家的陽性銀行 在大陸做生意 所以段宜康叫賀文哲說清楚 是誰 如果再說清楚 可能就是再說何志偉 其實他不用說清楚 因為他這樣一影射 整個節目就會開始吵 你知道這就是 柯文哲厲害的地方 我就不說清楚 你們大家來猜猜看 我說的是誰 能挖出來越多越好 你幹嘛挖得越多 他不就得分越高嗎 的確 我覺得這個 我同意剛才世間議員的講法 就是說你在用韓國瑜 這件事情上 對 你用了他當三天的顧問 對不對 或者是北農的這個事情 如果是跟你關係很良好的 比如說你的心腹蔡壁如 這時候不管人家 怎麼給你施壓 怎麼幹嘛 你斷然不會換他 今天一個韓國瑜 就是跟你交情沒理好 只撐了三天 只撐了三天 因為你認為 要靠向民進黨這樣的勢力 對你未來柯文哲 更有利的時候 你就做這樣的選擇 的確就是滑頭的行為 但是反過來講 凡事有利必有弊 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體的兩面 今天柯文哲 他之所以還可以 活躍於政壇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雖然滑頭 他雖然奸詐 他懂得變通 相對於民進黨中央執政當局 我就覺得 你們可能也要借進他一些地方 就是說有時候 當然我很欣賞民進黨的一點 就是什麼 我很欣賞貴黨的一點 就是對同志非常有義氣 所以不管同志怎麼出包 出包再離譜 這個同志都會一擁而上 來捍衛同志的過錯 一直到最後一刻 被中央下令刺死的時候 他們才會停止幫他這個 來幫他撐場面 來捍衛同志的作為 這一點我認為是國民黨 要好好學習的地方 當然 但是我要講 這是經營的同志 犯的錯 不是真正的錯 什麼叫不是真正的錯 也就是 是被民進黨這樣亂攻堅一通 比如說馬英九當時很多作為 或者是像韓國瑜很多作為 他明明做的是對 可是民進黨在圍繳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該同志一擁而上 來幫他說明政策真相的時候 而不是像 民進黨現在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他們雖然很團結 可是他們常常在團結 在錯誤的前提之上 比如說蔡英文的用人也好 你說當然他不會像柯文哲一樣 為了自己的利益取向 三天就把韓國瑜給弄掉了 就屈服了 屈服於民進黨的壓力之下 可是他會堅持錯誤 而一往無回 比如說吳英寧 一定要等到九合一了以後 他才下台 你的堅持 堅持到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 駐外的那個現在的 口衣哥 口衣哥也不是一樣的 他們的堅持之外 都有世間的烏鴉在這裡 呱呱叫 對 雖千萬人無妄矣 所以整個台灣的人 都認為他不適格 他沒有經過考試 當然世間委員 對這個也表達看法 我們很佩服他的道德勇氣 我謝謝你 你又幫我刺死一次 就是說講真話 為什麼大家會欣賞你 就是因為某種時候 你不隨著民進黨起舞 當然大部分的時候 你還是捍衛你的同志 所以這一點我們是非常肯定 我覺得 你現在蔡英文的 中央的政策就是這樣 除了你的用人以外 你的兩岸政策不是如此嗎 柯文哲講兩岸一家親 兩岸不要一家親 難道兩岸要兩家仇嗎 你現在搞兩家仇的結果是什麼 是使得台灣的 台灣原本的優勢越來越縮小 你跟他硬槓硬槓硬槓的結果 你得到了什麼 你什麼都沒有得到 你只讓台灣邦交國越來越少 你只讓南部的縣市 本來是你滿滿的民進黨的選票 中南部的這些農漁民 通通反掉了 反掉以後 你的經濟搞不好的時候 在兩岸之間的博弈 你就更沒有籌碼 這個你到底是為了台灣好 你是為了民進黨好 你還是為了全台灣人的人好 你不要去進入一個博弈以後 你民進黨可能贏了 你民進黨可能靠著兩岸的對抗 又贏得了2020的大選 然後輸掉了是全台灣人的利益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雖然滑頭 至少他在兩岸這個事情上 他不會像蔡英文硬要帶著大家 去撞山 硬要帶大家去跳海 有些時候以小事大以致 這多久以前古人的智慧 是不是民進黨當局可以借鏡一下 我不是說叫你像柯文哲一樣 那麼滑頭 凡是以利益取向 你總是應該要看看 所有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借鏡 跟歷史的借鏡 韓國瑜幫陳秉甫站台這個事情 我再跟觀眾朋友 報告一次我的看法 就是因為三次連線 已經在禮拜天的 全民府的競選總部的造勢大會上面 丁總統也有去 吳壁朱議長也有去 然後用VCR的方式已經放過了 所以即使今天禮拜二 韓國瑜沒有穿著黑色夾克 殺到台北 他也不失禮 因為三子都一樣 侯友宜跟盧秀燕也都是錄影的 我是錄影 我還站在一起 已經OK了 可是他加碼了 為什麼 觀眾朋友看一下 再次強調 民調是不可以講的 可是上次的選舉可以講 所以2016年的選舉 當時的得票 對 就是這一次的大同跟士林 大家看這一區就可以知道 幾個點看完大家就知道了 投票數最後開出來 185228票 這個是投票率在69 大概7成的情況之下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禮拜天的投票率 可能連4成都不到 非常可能 雖然剛剛泰哥 我們信義阿泰 他講說大概天氣會不錯 但是投票率不會高 假設投票率是4成的話 為什麼偉漢會這樣說 因為以前像是蔣乃馨 他當然文山 他已經宣布不選了 他那一次跟李慶安的補選 大概就是38% 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大概拿4萬票的人 他基本上可以贏 4萬或4萬 4萬就當選了 所以韓國瑜顯然 他發現他也做決定了 我這一次的上來 幫陳平甫站台這件事情 可能會刺激那個少數的 非常堅定支持國民黨的人 不管了 既然韓國瑜都來 我們去投票了 誰能夠把他的陸軍催出來 誰就會贏 當然柯文哲也沒有放棄 他還在 後續還會 他還會繼續幫陳思瑜 到最後一天 反而何志偉是打回 就是他要去經營他的地方 因為他地方基層滿強的 他選民服務 他有兩屆議員的實力 他的大嫂現在是先例議員 所以這種狀況 我從這個圖 大家看出來就是 誰能夠搶到基本的4萬票 誰會贏 誰能夠去刺激到他的基礎選民 藍跟綠就看他的動作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韓國瑜並沒有施力 他這次的做法其實沒有施力 因為他已經錄了影片 而盧秀燕跟侯友宜也是 他為什麼要 在不施力的地方再加碼 顯然韓國瑜是想要增加 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 讓這些所有2020年 要選立委的人 他們會看到這一次的範例 如果因此這樣就贏的話 另外剛剛講一隻眼的路 有沒有 那件事情 這個你比較研究嗎 對 因為三個孩子的爸爸 這是一個給小朋友看 而且其實主要是在大陸 在大陸的小朋友都有看的 所以這是一個 大陸小朋友的預言 大家講 一隻眼的路 對於剛剛舉這個例子 難怪我們都沒聽過 他當然也看 因為網路上基本上 YouTube上面就有這個 然後是有一隻一隻 他左邊的眼睛看不見 因為他很怕獵人 因為吃草的時候 獵人會射箭 會射我對不對 所以獵人在那邊 所以我這隻眼睛看得見 我就這樣看獵人 然後吃草 左邊我就靠在一個大海旁邊 剛剛賴老師講 他真的動畫就是那樣畫的 因為我在大海旁邊 我在一個懸崖旁邊 我很高興 結果獵人居然搭船 從海邊射死他了 好 可是觀眾朋友注意看 他們兩個舉的例子 根本是同一個例子 柯文哲的意思是說 當蔡英文總統 你親美過度而忘記 中國道路就在台灣的旁邊 我們可能因此而失去 一些事情的時候 鄧一康所講的 不是同一個例子嗎 他也可以用意識的路 去講柯文哲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吵了半天 他們兩個都各自有一隻眼睛 這是說一個的對象是說 你在親美的同時 忘記了中國大陸 你在親中國大陸的同時 你忘記了那個代價 可能就是美國方面 柯文哲他是個醫師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哪裡有窗 先做截肢 那是急診室醫師做的 所以其實觀眾朋友很簡單 你就這樣解讀就可以懂了 你不用看不懂 因為很快他就會改變他的說法了 因為說他現在因為需要這個藥 他就下猛藥 現在腳已經在封信組織眼 他會立刻要求你一個小時 就把他截肢 可是截肢完以後 他心臟還要裝支架 那是下個禮拜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百分之百 在回應蔡英文的 他的強硬 那麼對習近平的談話 他認為那個過頭了 所以他要讓中國大陸知道說 我跟蔡英文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認同賴老師的論述是 柯文哲在走總統路 他在跟台灣的民眾 還有中國大陸講說 我的兩岸關係跟蔡英文明確不同 蔡英文是完全親美 那我呢 我不會只有親美 因為我知道搶銀行之後 是會被抓起來的 警察只是你沒看見 蔡英文沒看見 蔡英文沒看見 中國大陸是警察 那中國大陸說我是警察 蔡英文是強調 這個強盜是蔡英文 他聽得高興 所以第一階段 柯文哲可以取得 中國大陸方面的基礎的信任 可是等到了3月 柯文哲要去美國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一套 讓美國方面覺得 聽得也滿舒服的說法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 民進黨方面就是我所講的 雖然蔡英文總統在最近的網紅模式 跟競選模式啟動以後 他的好感度 在某些民調上有達到30% 可是那同一個民調當中 好感度30%的同時 如果要選總統的話 有賴清德 他只有24.7 賴清德有50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福祿壽喜四大天王 獨派四大佬 他們的態度非常清楚 我們之前看到獨派四大佬 跟郭寬敏其實不是同一個路的 因為他們其實彼此也沒有 但是他們都主張台獨 這4加1的5個大佬 他們有影響力 而且他們也有財力 他們對民進黨來講 是會有舉足輕重的 說話權的 當他們已經很確定的 認為蔡英文是無法帶領 民進黨走出2020的同時 後續還會有賴清德的戲份 當然你看 他那天搭上了紅色遊覽車之後 如果就此就真的 也消聲匿跡的話 我還比較相信就是後續不會有 但畢竟他也立刻就換上了 他的運動服 跑去圍貫道 他也啟動了網紅模式 我阿弟回來了 回到故鄉 所以代表他沒有心思 他還在四季而動 卓榮泰也講了 民進黨內根本沒有所謂 現任優先的機制跟黨章 有人登記就要出選了 過年之後 現在先過個好年 堅哥也不用太激動 等到過年之後 你感覺太激動了嗎 以後他必須要選擇 賴清德跟蔡英文 他都想我不知道你逃我下 我這困難 今天會很為難 我心裡已經有答案了 我已經有答案了 我們月圍維奇講 這跟今天的主題不相 抱歉 不行 他心裡已經有答案 這我們要記得 他心裡已經有答案了 對他講出來會死 所以不要講 你已經在猜他的答案了 我心裡不肯定會有朋友 你看他的答案了 現在馬上特別答案了 我對他不想說 他心裡不肯定會有事 在那裡 我心裡有答案了 他心裡會還寫 他心裡有答案了 他心裡有答案了 說沒有反案了 他心裡有答案了 他們是為各位